好 那我們以前是生活的日常 各位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冒出一個人來笑你 可能設計公司創辦人口君寧生死 為一處身處理環境收益巴筆 而是靠到親人的背叛 以及自己努力的精神態度 獲得了種種的困難 最後因為這名優秀的設計師 雖然在生日時 他來聽到百人合作是自己來萬天萬地 不過他也表示 調整自己的心態便困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步 我今天到這裡來跟大家分享 是想說分享一些自己在40年的工作經驗 那可能碰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說那個轉折你應該怎麼去調整 那我是覺得障礙本身假設已經發生 那我個人會強烈建議就是說 我們要先接受自己 因為當你沒有接受自己的時候 那你要人如何來跟你面對呢 第一次的工作 現場剛才來之後請到民眾 今天又包括這次已經創業 還才是準備來創業的心心中的車 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和工師 來互相交流分享經驗 為自己未來的道路好好討論來幾歲 我來上課是因為想幫身心障礙者 就是幫助他們有工作的機會 這樣子 因為我是後天的 所以我覺得身心障礙者 要找工作真的很難 你本身有從事成功的一些工作嗎 我現在目前就是自己開花點這樣子 我本身現在有精英兩個粉裝 一個是做婚禮小物的 一個就是做那種活動的 類似像事業 就是可能要攝影或拍照 心心中的車可能因為身體因素 沒有同樣一般人一樣 長時間來工作 身體效率也沒那麼好 但是說有很多人 萬一付出多少時間 以及精神 為出台灣工藝 事業協會也希望來這個幫助 無論是六色基本的作單位 合作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會都歡迎心心中的車可以爭執 那你可以想像嘛 身心障礙朋友他要創業會更難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透過有一些課程 那有一些網絡資源的連結 那來讓那個身心障礙朋友 他們創業的風險可以降低 或者是說去提高他們 不管是創業或者是就業 更多的可能性 基本上我們協助身障礙朋友 不是因為計畫的關係 而是因為我們長期跟他們有接觸 無論是生活合作是工作 身心中的車都需要比一般人付出 有多少時間以及精神 他透過大家的幫忙 合作是一支鼓勵 就可能對他們來說是最大的困難 透過這次的工作 都要希望來分享創業經驗 大家也希望在未來 可以靠到 各地的力量有尊嚴的來生活 這次講義掌握報道